家长未选一张报名表 在校门外翻遍垃圾桶 这条新闻上了当天的热搜 为了帮孩子报个好学校 家长居然翻垃圾桶 一个学生收费6000 一场办起来就是900万 去年11月 北京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 简称海外开始招生 对于废学区的小学生 要进这学校就得报他的东立营 在东立营期间考试 通过就能上学 作为一个北标学生家长得有多拼 陆姐就是新闻里翻垃圾桶 抢报名表的家长之一 给我讲述了这件事 从报名到被举报的全经过 11月4日早上8点 陆姐一大早到公司 准时蹲在电脑前 准备报名东立营 网上放1000个名额 报名费6000 8点钟不巧 陆姐网卡了一下 8点02最近 1000个名额已经抢空 陆姐要脑一上午 直到12点 家长群里有了转机 海派在现场增设一期东立营 名额500个 现场报名消遣 本来领导中午要开会 为了儿子也顾不上了 二话不说 打车冲到海淀 外国语中学现场 一到陆姐更傻眼 当时下午2点 连学校大门都进不去 工作人员说 现场一共500个号 对应500张报名表 已经换完了 带长一手拿号 一手拿表 才能进门交款 少一样都不行 那怎么办呢 捡漏 于是就出现了 新闻里的一幕 没号牌的家长 挤在海外门口 围着绿花带找 翻拉字桶 幸福捡了一张 废弃的报名表和号牌 就能进门给孩子报名了 但实际上 并没有家长捡到 这些翻垃圾桶的家长 有北京户口 能负担得起 海外15万一年的学费 包括陆姐 一线大公司公关 加上老公 连收入过百万 在北京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为什么要翻垃圾桶呢 因为好中学 真的很难抢 所以像陆姐这样的家长 会把还不错的中学 报个毕业 她准备报20个学校 一共15万报名费 只要是好学校 就砸钱报名 海外就属于陆姐 心中的好学校 海外的高二 可以去美国学一年 直接申请美国的大学 国际班大多数人 都能申请到 美国前50个学校 不想去国外 就参加中考 海外中考成绩 一直是海淀前世 考考高中也容易 所以读海外 相当于两条路上大学 但这个名陆姐没有报上 就算报上夏丽颖 考试通过率 可能也不到10% 11月13日 海外会于舆论压里 东丽颖取消 这陆姐说 是有家长猜上起报 当然了 那家长也是没抢着光明表 不许是BBN 别票对我后 想到我知道了别家故事 分享给你看 对了 我最近在招人 这样招个系统 平时帮我追逐采访 保保素材 每天这么大 这么多散落在角落的故事 值得被看到